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這個成輪司機為什麼會突然態度轉變 其實理由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俄軍撤軍 俄軍在北方的壓力減輕了 那至少幾乎短時間 應該沒有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自己膽氣變比較壯 而且根據現在他們的說法 烏克蘭軍在反攻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既然他在反攻的話 戰爭轉向對我有利的一面 我幹嘛跟你和談 而且捷報頻傳喔 對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何必和談 我就繼續 直接打向莫斯科就好 把頓巴斯跟克里米亞都收 我準備要收復回來 我幹嘛跟你談這些東西 所以之前講的當然就不算 當然如果他有這種底氣的話 他有這種把握的話 這沒有什麼錯 應該這麼兇的 對啊應該這麼兇 甚至要更兇 接下來說我現在準備應該要跟普丁談 你準備要是不是要把莫斯科各讓給我 真的 你先把克里米亞還給我再說 其他都不用講對不對 對啊 但是問題是 我們都知道 看起來不太像嘛 烏克蘭不像是有強到這種程度嘛 所以 他另外一個底氣是什麼 就是因為發生了所謂的布查大屠殺 哦 有可能 因為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對 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他認為全世界已經沒有理由不幫他 所以你看他最近對 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是直接指著鼻子臭罵 對 沒錯 而且你不幫我的話就你們就是 我就擦 你不幫我你就是下山爛這種話的講出來 差不多是這樣 其實差不多意思就是這樣 你看他去西班牙 他去西班牙演講 叫他們不要忘了格爾尼卡大屠殺 就是那個大轟炸 我真的覺得你到底 他的幕僚功課是不是做的怪怪 格爾尼卡大轟炸誰下令 你知道 弗朗斯科 弗朗斯科就是他們的將軍 就是他們實際上 獨裁統治西班牙幾十年的那個人 所以我就覺得 那是你西班牙自己在內戰 那所以你現在告訴我說 實際上俄乌戰爭是內戰 斯拉夫內戰 對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引用錯誤的歷史 是啊 他只想到就是 只要講到死人就好了 而且 弗朗克將軍 在西班牙歷史上的評價其實是 好壞參半 有的人還是覺得他不錯 有的人覺得他很糟 所以 所以這個 你舉這個例子 你確定是個好例子嗎 我真的覺得 他以前其實在跟各國演講的時候 有多少做點功課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最近有點太得意 我好奇 所以就 功課就隨便亂做 反正只要看到 這個只要說有屠殺就跟我們很像 他可能是想說 出去轟炸的是納粹 納粹空軍 有可能 可是好吧 就算納粹不算 因為現在德國人 聽到納粹也一定要反 不然政治不正確 可是你不知道參與轟炸還有意大利空軍 真的嗎 對啊 還有意大利空軍 意大利空軍也去炸 真尷尬 意大利尷尬 你最近還在那邊 叫意大利一定要怎麼樣 這不是很怪嗎 所以我就覺得 拜託功課做好一點 然後紐倫堡大審這個就更好笑 紐倫堡大審基本上 你要審判人家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你先要把普丁抓住 是啊 對啊 你抓不到他你審個屁啊 要抓住 而且他們國家還得投降 把他抓住 是啊 因為 能夠發生紐倫堡大選的前提是 二戰是盟軍這邊贏 如果是軸心國贏呢 可能紐倫堡也會大審 那被審的就是換另外一邊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美軍自己去 轟炸廣島長崎二的時候 他們自己都講啊 如果美軍戰敗了 我們就會被當戰犯審判 是 就這麼簡單 所以 那你要紐倫堡大審不是不行啦 你要先打到莫斯科活桌普丁 你才有辦法大審不然審個屁 所以 你是覺得自己已經 勝券在握了嗎 看起來好像不像這樣 真的是要指導莫斯科了 是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看 他現在為什麼一氣之間全部翻牌 我覺得他 他真的認為自己快要贏 哇 那他可能才是那個被蒙在鼓裡 或是被幕僚欺騙的領導人 我不曉得啦 但是 你如果他不是認為自己要贏了 那請問一下他 他講的這句話不是很好笑嗎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他說如果北約明天讓我們加入 我們就立刻加入 啊 廢話 廢話 北約就是不讓你加入啊 不是這樣嗎 北約讓我們加入 我們也加入啊 是啊 就算我在南極 我都加入 我都加入 半夜 半夜跑回來我都加入 人家連歐盟都不讓你加入了 北約會讓你加入 你見鬼了吧 你到底在說什麼 所以我覺得 哲倫斯基現在啊 他現在這個態度 只會造成一個狀況 就是 你知道 我們對日抗戰的時候 日本政府本來一直想要偷偷的 找機會跟蔣介石談判 蔣介石本來也想跟他談判 但是雙方條件根本完全談不攏 因為蔣介石要求是你 至少退回戰前 對 就是你退回到滿洲國那個方向去 那日本 認為說你要 你要我退回去可以 但是你要給我什麼什麼地方實質利益 但是這種東西談不攏嘛 談不攏之後後來 日本政府最後就下一個 不以 講解國民政府為對手 但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其實是他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全民都將成為偉大軍隊 我們會成為擁有自己面貌的大以色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事情 你要知道以色列 不是一開始就這樣 以色列是被人家欺負了2000年之後 因為他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 他們共同一個夢想 而且還是有強烈的宗教因素 對 才讓他能夠回到這個地方 而且他能夠回到那個地方去 也是西方這些國家 先把他鋪好路 先讓他回去了 然後回去之後 因為他們有這種被人家欺負2000年的這種共識 所以才會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也不是一蹴可擊的 你現在烏克蘭正在戰亂 你很多人都已經跑掉了 請問一下 你要怎麼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也要有資源 請問一下烏克蘭現在有什麼資源 而且你要怎麼把 每個人都訓練成一個 軍人 這要多龐大的後勤補給 別鬧了 我真的是覺得 他已經胡言亂語到一個層次 那你知不知道 一旦假設你真的 烏克蘭的國策就是全民皆兵 的話 你知道那會變成什麼嗎 那會變成以後對俄羅斯人來講 也就是所有人都是我的敵人 我不會有平民這件事 對 這更可怕 對 就沒有平民 這個更可怕 因為你們都是兵 都是軍人 我可以隨便殺 因為 這個很可怕 以前我還要看有沒有穿制服 現在連穿不穿制服都不用 不用重視啊 我直接轟炸掉 反正你全部都是軍人 對 這好可怕 這太可怕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真的希望有人去 勸勸責倫斯基 你要想想清楚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說哈爾科夫被 轟炸了那個炮擊54次 然後我想造成平民慘重傷亡 結果當然有平民傷亡 好像死了6個 傷了8個 他這炮擊54次是發了54顆炮彈 還是什麼意思 我搞不太懂 還是54輪 我不曉得 如果54輪這樣的轟炸 或是就算54顆炮彈好了 我們就把它降到最低 以54顆炮彈來講 如果炸死了6個 傷了8個 你說這是針對平民的攻擊嗎 我是不太想像 這是種族滅絕嗎 我也看起來不像 那除非俄羅斯人的炮兵 實在是很遜 對 他每次都瞄A就打到B 我專打沒人的地方 不然的話 我想不出來會有這種結果 所以我覺得 你一直在去做這種 情緒上情感上的勒索 我上個禮拜就已經講 我認為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要厭煩了 現在我認為西方這些國家 應該是已經非常賭然了 對 只是現在因為他 他政治正確 他站在道德制高點 你沒有辦法講而已 可是接下來慢慢 其實你看最近很多動作就知道 這些國家都開始在各謀深入 因為我們每個國家還是要活下去 我不可能全部 大家都跟你烏克蘭綁在一起死 我講一個最基本的 今天台灣有這麼多人說 今天這一刻我們都是烏克蘭人 我們要挺烏克蘭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好 你的電價 從今天開始 我們上漲50%就好 不要多 電價上漲50% 然後把我們多了天然氣 送去烏克蘭 是 然後呢 我們就是 大概三不五十就來個停電 不過這個我們政府已經做到 已經做到了 對 那就大停電了 一停就停半天一天 然後可能很多人 沒有任何資源用 然後所有糧食全部漲價 可能漲50%到100% 台灣願意付出這種代價嗎 歐洲現在正面臨這樣的狀況 烏克蘭人跟歐洲人現在面臨的處境 我們根本無法想像 所以不要講這種話 那我也再提醒大家一次 其實我提醒過很多次 也就是 不要以為你在台灣你就逃得掉 因為 俄羅斯跟烏克蘭 所擁有的這些原物料 是會影響全世界的 是的 也就是到今年秋天開始以後 甚至夏天就可能開始了 我們馬上就要面臨到 油店所有的東西全部都要漲價 而且是大漲 只要這場戰爭持續下去 一定會這樣百分之百 到時候誰來救都沒有 政府補貼你看他怎麼補貼 沒有辦法補貼的 所以我們台灣馬上就要深受其害 不要以為你捐了9億多 事情就太平了沒有這種事情 真的大家要好好想清楚 讓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